大家好,我是奇之妙想 今天来教大家勾制一款夏凉帽 我们用到的线材呢 是新款的空心棉线 首先呢,是环形起针 预留出大约10到15厘米的线 用左手的拇指和中指捏住 在食指上面绕三圈 一圈,两圈,三圈 短线头呢,再用拇指和中指捏住 勾针呢,从前两个线圈的下面 穿过,放到第三个线圈的上面 把第三个线圈勾出,调起来 现在勾针上面有一个线圈 勾针放到长线的下面 勾住长线以后,通过勾针上的线圈 这样环形起针呢,就已经起好了 我们把起好的针从食指上面取下来 大家可以看一下 起好的针总共有两部分 上面是勾针上的一个线圈 下面是两个线圈组成的大的线环 我们先来说一下基本的刮线姿势 线呢,在手的小拇指和文明指之间穿过 再从中指和食指之间穿过 这样子,拿到前面来 左手捏住线环,右手拿着勾针 大家可以这样拿,也可以这样拿 拿针的姿势不会影响勾支的效果 大家根据自己平时最习惯的姿势来持针就可以 勾针呢,穿入线环里面 把线勾出来 勾针上面现在有两个线圈 绕线,通过这两个线圈 这是第一个短针 我们在第一个短针上面给它做一下标记 记号扣呢,扣在第一个短针形成的小辫子上面 也就是这里 接下来我们再来勾第二个短针 勾针穿入线圈,把线勾出 绕线,通过两个线圈 这是第二个短针 继续 穿过大洞,把线勾出 绕线,通过两个线圈 第三个 按照这样的方法呢,一共需要勾六个 穿过大洞,把线勾出 绕线,通过两个线圈 继续 穿过大洞,把线勾出 绕线,通过两个线圈 第六个 现在呢,已经把六个短针都勾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每一个短针的上面都会形成这样的一个小辫子 一个小辫子就是一个短针的针目 我们可以数一下 一,二,三,四,五,六 正好是六个针目 说明我们勾的是正确的 新手朋友呢,最好在勾完每一圈以后呢,都要数一数针目 这样可以防止出错 接下来我们收紧线圈 我们先拉动靠近短线头的这根线 然后再拉紧 短线头 直到两个线圈完全收紧 接下来勾一个引拔针 勾针穿入记号扣所在的位置 把线勾出来 再通过勾针上的线圈 这样子一个引拔针就已经勾好了 我们勾针右侧的这个小辫子就是引拔针形成的针目 再往右 这个小辫子呢,是我们第六个短针的针目 新手朋友可以在第一个和第六个上面都做一下标记 熟练了以后呢,也可以不做标记 接下来再勾第二圈 第二圈是六个短针的加针 我们勾一个锁针,H里针 勾针让线直接通过线圈就可以 在第一个记号扣的位置 里面入针,勾一个短针 然后在第一个短针上面做一下标记 我们每一圈的第一针上面最好都做一下标记,特别是新手 然后再从同一个位置入针 勾一个短针 这样呢,我们就从一个针目里面勾出来了两个短针 这就是一个短针的加针 继续同样的勾法 调起第二个针目 把线勾出 一个短针 调起下一个针目 勾加针 顺序第五个加针 再从同一个位置勾一个 第六个 在我们记号扣的这个位置 一 然后再从同一个位置入针 到这里呢,我已经把六个加针勾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引拔 引拔之前呢,我先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最后一针和第一针之间呢,有两个小辫子 左侧的这个小辫子,它是之前我们勾第二圈开始锁针起立针形成的小辫子 而右边这个小辫子是我们勾第一圈引拔针 结束的时候,引拔针所形成的小辫子 因为它们两个都没有相对应的短针 因此呢,不算作一针 所以呢,大家在往下勾的时候 每一圈开始和结束的时候 都会有两个不勾的小辫子 它就是我们的引拔针和起立针 在最后一针上面做一下标记 接下来我们再穿入第一针的针目里面 勾一个引拔针 把线勾出,直接通过线圈 然后再来勾第三圈 第三圈是一个短针,一个加针为一组 一共勾之六组 全部勾完,总针数是18针 我们第二圈全部勾完,总针数是12针 勾一个锁针为起立针 这就是我们引拔针和起立针的两个小辫子 它是没有相对应的短针针目的 好,我们接下来在第一针里面给它勾一个短针 可以把线勾先取下来 之前我为了方便演示就没有取 好,我们勾好以后不要忘记给它做上标记 然后在下一个针目里面勾一个短针的加针 这样,一个短针,一个加针 我们勾好了第一组 再来勾第二组 下一个针目 一个短针 继续,按顺序 再勾一个加针 下一个针目里面勾加针 这样,一短针,一加针 我们勾好了第二组 第三组还是按照同样的方法操作 一个短针,然后下一个针目,一个加针 第四组,一个短针 然后一个加针 第五组,一个短针 一个加针 第六组,一个短针 接号扣的位置够加针 最后一个加针呢 正好对应在上一圈的最后一针位置 然后我们在第一针这里进行引拔 也就是接号扣这里 就是针 勾引拔针 拉紧 好,最后一针的地方呢 可以再给它做一下标记 如果是熟练以后呢 就不用做了 这样第三圈就已经勾好了 接下来我们再来勾第四圈 勾一个锁针为起立针 每一圈的结尾都要勾一个引拔针 每一圈开头呢都要勾一个起立针 好 第四圈的规律是两个短针 一个短针的加针为一组 勾六组 好,我们先来勾第一个短针 接下来下一个针目再勾一个短针 往下第三个针目里面勾加针 这样两个短针一个加针 我们完成了第一组 接下来再来勾第二组 一个短针 两个短针下一个针目短针的加针 两组完成 第三组还是同样的勾法 第一个 第二个 然后是加针 剩下的三组呢 还是按照同样的方法勾完 大家自己完成 我就不再重复演示了 这里呢 我已经把最后一个加针勾好了 大家呢 可以在最后一针上面最好标记 我就不再继续做标记了 我们在第一针的上面进行引拔 拉紧引拔针 现在呢 我已经把第四圈勾好了 第四圈全部勾完 一共是有24针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勾之第五圈 第五圈 大家看一下图解 它的规律是三个短针 一个短针的加针为一组 一共勾之六组 全部勾完总针数呢 是30针 勾一个锁针为起立针 我们先来勾三个 不加不减的短针 第一针 做记号扣 第二针 第三针 然后是短针的加针 现在三个短针 一个加针 我们勾好了第一组 再来勾第二组 按顺序 先勾三个短针 然后一个短针的加针 第二组完成 第三组 还是一 二 三 然后加针 剩下的三组呢 请大家还是按照三个短针 一个短针的加针 这样的规律完成 现在第五圈 我已经引拔完成了 我们再来勾之 第六圈 第六圈是四个短针 一个短针的加针为组 但是在这里呢 我们需要把加针的位置错开 大家可以看一下图解 我们先勾一个锁针 为起立针 我们先来勾两个短针 一 二 第一个短针上面 标记 然后再勾短针的加针 接下来我们按顺序勾四个短针 一 二 三 四 再来勾短针的加针 这样四个短针 一个加针就已经勾好了 我们这一圈的规律是 隔四针加一针 因为在一开始勾了两个短针 所以最后还会剩下两个短针 我们继续按照四个短针 一个加针的规律往下勾之 最后一个加针 勾好以后还剩下两个针目 我们在这里各给它勾一个短针 最后的这两个短针 加上最开始的这两个短针 正好是补齐四针 我们在第一针的上面进行引拔 这样 我们第六圈就已经勾好了 下面我给大家说一下 怎么样来数圈数 这一面呢 是我们织物的正面 正面的纹路呢 比较清晰 像这样突出的纹理 表示一圈 现在我们一共勾了 一二三四五六六圈 而反面的纹理呢 就比较模糊 接下来请大家看这图解 给大家总结一下 我们的编织规律 我们是从开始环形起针 勾了六个短针 然后在第二圈开始加针 每一针上面都勾了一个加针 第三圈是隔一加一 第四圈是隔二加一 第五圈隔三加一 第六圈呢 是隔四加一 第六圈为了我们和前面的加针位置错开 是先勾了两个短针 然后呢 下面仍然是隔四加一来进行 后面的部分呢 我就不再带着大家来一起勾置了 请大家自己参考这图解 按照图解一直勾到第十三圈 现在呢 我已经把我们的帽顶勾到了第十三圈 隔十一加一 我测量了一下 我这个直径大约是有十七厘米 总周长算下来呢 是有53.38厘米 大家可以先测量一下头围 然后跟我们这个周长来做一下对比 大概差不多就可以 如果是你想要这个帽顶再大一些的话呢 可以再继续往下加针 那么加针的规律呢 就是隔十二加一 隔十三加一 隔十四加一 这样一次类推 基本上我们成年人的话 就勾到第十三圈 隔十一加一就差不多了 儿童的话呢 大家可以边勾置 边测量一下它的指径和周长 跟自己的小孩做一下对比 勾到合适的圈数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来勾置镂空的部分 我们先在最后一帧的上面 给它做一下标记 还有在第二帧的上面也做一下标记 我们先来勾三个锁针 一二三 这三个锁针的起立针呢 它相当于呢是一个长针 接下来我们再跳回到最后一针 也就是我们这个交扣的这里 勾一个长针 长针的勾法是勾针绕线一圈 我们挑起最后的这个针目 在这里把线勾出 现在勾针上面有三个线圈 绕线先通过前两个线圈 然后再绕线通过剩下的两个线圈 这样一个长针就已经勾好了 刚才我忘记说了 大家在我们这个最开始起立针 第三个锁针上面 再继续给它扣一个记号扣 好 这样一个交叉的长针组合 就已经勾好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最后一针的这个位置 记号扣给它取下来 我们跳过第二针 也就是扣记号扣这里 再勾至交叉的长针 在第二针的下一针 也就是第三针这里 开始勾长针 再给大家说一下长针的勾法 勾针绕线一圈 挑起我们记号扣下一针的针目 把线勾出 绕线通过前两个线圈 再绕线通过剩下的两个线圈 这就是一个长针的勾法 继续再勾长针 绕线一圈 我们回到刚才空出的 这个交扣的位置 这里 在这里入针 再勾长针 这样第二个交叉长针 就已经勾好了 继续这样的方法 跳过一针 在它的下一针 勾一个长针 然后再回到我们刚才 跳过的这个针目上 再勾一个长针 第三个交叉长针 我们就这样一组一组的勾织 先跳过一针 再踏了下一针 勾长针 然后再从我们跳过的针目上面 勾一个长针 两个这种交叉长针 两个这种交叉为一组 大家呢 一共需要勾织39组 剩下的 大家自己完成 我不再重复演示 最后一组一组 最后一组这里 在最后一针上面勾长针 然后在它的前一针 再勾长针 最后在记号扣的上面 进行引拔 大家可以在我们最后一个针目上面 一个长针 在第三个上面 做一下标记 好 接下来我们再从最后一个 针目的上面 给它勾一个长针 我们的花纹都是斜着来的 这样第一组 就已经勾好了 接下来第二组 我们空出下一针的位置 再继续往下的这一针 第三针这里 勾一个长针 然后回到第二针 也就是跳过的那一针 再勾一个长针 重复 一直这样勾织 跳过一针 在它的下一针上面勾长针 然后再回到我们 跳过的这个针目上面 勾长针 一直重复就可以 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 还是勾织39组 这里呢 我已经把我们 帽绅的第二圈 给它勾好了 接下来的勾法 都是重复我们 第一圈和第二圈的过程 勾法完全相同 大家根据自己的 喜好和实际情况 可以边勾织 边带 勾到自己想要的 这种高度就可以了 这里呢 我已经把帽绅的 六圈勾好了 如果大家觉得 六圈不够绅的话呢 可以再加上 一两圈左右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帽颜部分的图解 帽颜部分用到的针法呢 还是 短针和短针的加针 帽颜的第一圈呢 是隔12针加一针 一共勾织六组 第二圈呢 是隔6针加一针 一共重复勾织十二组 全部勾完总针数呢 是96针 第三圈呢 是隔7针加一针 也是勾织十二组 接下来的两圈呢 是不加不减的两圈短针 再往下呢 还是短针和短针的加针 请大家自己参考图解 按照图解中给出的加针规律 和我们之前讲过的方法呢 自己勾完帽颜的部分 现在呢 我已经把整个帽颜都勾好了 如果大家觉得 帽颜不想要这么长的话呢 可以少勾几圈 如果大家还想再继续加大的话呢 还是按照我们每一行 增加十二针的原则 然后往下增加 那么增加的这个规律 就是隔十针加一针 然后跟两圈不加不减的短针 如果还想继续加大的话呢 再往下就是隔十一针加一针 再跟两圈不加不减的短针 这样一次类推 接下来我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最后的勾边 勾一圈倒勾短针 引拔完成以后呢 我们还是勾一个锁针 围起了一针 大家可以在第一针上面 给它做一下标记 然后我们找到倒数第一个 然后我们找到最后一个针目 这里入针 把线勾出来 绕线通过两个线圈 我们倒着勾支 然后再找到 倒数第二个 然后往下勾支 短针 继续挑起倒数第三个针目 把线勾出 然后绕线通过两个线圈 我们倒勾短针 和我们普通的短针 最大的区别就是顺序 正常的短针呢 是由右向左 然后我们这个倒勾的话 是由左向右 其实勾法都是一样的 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 一直勾到我们之前做标记的这里 也就是第一个短针这里 第一针 也就是记号扣这里的这个倒勾短针 勾好以后 我们再从之前引拔的这里再勾一个 也就是记号扣 它右侧的这里 因为我们如果是这样子 直接收尾的话 它会有一个缺口 我们再从这里再勾一个 好 勾完以后 直接断线就可以 断线我们来尝一下线头 我们把线头藏在里面的这些纹理当中 我们可以多穿几次 多藏一些 可以用缝合针 也可以用小几号的这个勾针 把它来回勾几次 尽量多藏上一段 这样子防止这个线头脱落 好 我藏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整理一下 给它这样捋一下最后的这个冒岩的部分 开头的这个线这里呢 也是像之前一样 藏在这些纹理当中就可以 然后把它修剪一下 这样我们的这个 这个镂空的帽子就已经勾好了 勾法呢也比较简单 如果需要材料包的话呢 大家可以在我的店铺里面购买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视频 请记得给我点赞 收藏 转发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的观看